何超莲终于要跟豆香玩婚了,虽然婚礼在即,但是何超莲还是非常忙碌,她在香港还参加了卡地亚的珠宝晚宴。 在这个晚宴上,最让人关注的就是何超莲跟姐姐何超穷一起合影。 这次宴会很多名媛都出席了,林青霞、刘嘉玲等人都出席了,可是最让人关注的依然是何超莲跟何超穷姐妹。 两个人在现场多次合影,还做出了搞怪造型。 何超穷虽然已经61岁了,但是整个人的状态依然非常好。 这两三年,何超穷也是遇到了很多的挑战,她也是一度状态很差。 不过如今疫情过去了,澳门经济复苏,何家的赌牌也已经拿下了,何超穷的心情大好。 何超莲智是青春靓丽的年岁,她的颜值也是确实高。 不得不说,豆潇真的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。 从何超莲跟何超穷的合照可以看出,两人的感情是非常好。 两个人虽然是同父异母,但是她们依然是姐妹情深。 其实在何家众多姐妹中,何超莲应该是跟何超穷关系最好的一个。 何超穷参加很多活动,都会带着这个三房的小妹妹。 或许对于何超穷来说,何超莲就是一个年轻版的自己。 何超莲不管是长相,能力,还是人生经历,确实都是非常像何超穷。 在何鸿燊去世,何超穷接班之后,很多人就在考虑一个问题,那就是谁是何超穷的接班人。 如今看来最有可能的人就是何超莲了。 何超穷如今已经61岁了,她也是不年轻了。 关键是女性的经历肯定不及男性。 如果何超穷可以工作到75岁,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 所以何超穷退休也是不久之后的事情。 那么她退休之后,到底谁会成为接班人? 这就是很多人好奇的问题了。 过去何家关系不好,很多人觉得何超穷肯定是把掌门人的位置留给二房的人。 毕竟是肥水不留外人田,可是如今看来何家的关系非常好,二房、三房、四房都是团建在一起了。 过去三年一起抗击疫情,反而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 何超穷跟梁安琪如今也是相处得非常不错,如今来看何超莲才是最有可能的人选。 何超穷对于何超莲真的非常偏爱。 之前何超穷跟自己的闺蜜聚会也带上了何超莲。 这次她参加卡蒂亚的明远晚宴,她也是把何超莲带上。 关系何超莲确实像何超穷,两个人都是非常漂亮,而且能力都很不错,而且是非常努力。 何超莲虽然是何鸿燊的千辛,但是她从读书的时候就非常努力。 她说父亲一直希望子女学有所成,于是她就非常努力,考生了会计师,了结了父亲的一个心愿。 何超莲不像何超云,何超莲,她的绯闻一直比较少,而且她也没有躺平,她一直在努力。 她之前也是开了自己的牛肉面馆,希望发展自己的事业。 何超穷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,她也是创办了自己的天机公关,在获得父亲的许可之后,她才逐步接受了家族生意。 何超莲如今也是自己在创业,估计她也是在积累一点经验之后,有可能会回到家族生意中。 另外何超莲还做成了何超穷当年没有做成的事情。 何超穷当年跟陈百强两个人有缘无分,两个人始终没有走到一起。 何超穷没有跟陈百强走到一起,关键不是何鸿燊的阻挠,关键而是无法突破世俗的封锁。 那个时代特别讲究门当户队,何超穷不敢打破这个偏见,陈百强也是不敢。 可是如今时代改变了,而且何超莲却也是非常勇敢。 她选择了窦肯定有很多的偏见跟争议,甚至会有很多人误解,甚至是故意抹黑。 可是她非常勇敢,她还是勇于去追求自己的真爱。 如今何超莲也跟窦要修成正果了。 何超穷看着何超莲一定满眼都是三十年之前的自己,她也一定非常羡慕何超莲。 如果当年何超穷再勇敢一点点,那么就不会造成如今的遗憾。 更加可惜的是,陈百强很早就去世了,何超穷后来单身了,她甚至没有弥补遗憾的机会。 如果何超莲可以加入家族公司,那么何超穷一定会重点培养她。 关键如今在家族公司中,也没有一个何鸿燊家族的年轻人。 何优恒的能力有限,而且他也退出了澳门娱乐公司的董事会。 所以何超莲是最有可能成为何超穷接班人的何家年轻人了。 报何超莲有大奖风范,办完婚礼对员工论功欣赏,非用装发师都被夸。 看到了何超莲的感谢文,或许你们也会感慨,赌王何鸿燊陈婉珍的这个女儿真的有点不简单。 起码大家在何超莲自理行间的感谢文中看到了她那种大奖风范。 虽然她是新娘子,可是现场谁做了什么,在什么细节上帮助了谁,她留意的清清楚楚。 然后在写感谢文的时候,让大家看到了很多普通人看不到的细节。 甚至于说,看何超莲的感谢文,你们也会感受到何超莲对员工、非用、发型师、化妆师的感谢,并且还会有额外的奖赏。 何超莲感谢赌王,虽然赌王没来,他说赌王变成蝴蝶来了。 何超莲感激公婆和妈妈,说他们为了在婚礼上美美的,愿意早起弄妆法。 何超莲感谢大舅公,不远千里,年纪大,也要来送自己出嫁。 何超莲感谢摄影团队,感谢各种给自己制定服务的合作商,感谢地面的执行团队。 此外,何超莲还感谢了自己的团队以及后勤。 这些人应该都属于何超莲工作室的小伙伴,相当于何超莲是他们的老板。 然后老板要结婚,员工已上班的名义,坐飞机出国玩,住7000块以上一碗的酒店,来逗销何超莲的婚礼帮忙。 一般老板看到这种情况会觉得自己已经给员工付钱了,了不亏欠。 但是何超莲却展现了自己用人大气,论功行赏的一面。 对于自己团队小伙伴付出的努力,何超莲的说法是, 你们熬的每一个大业,老板看在眼里。 而且何超莲这个老板觉得,员工给足了自己安全感, 他之后也会请员工们吃大餐,然后带着员工们一起进行团队旅游。 这么大方,这么会论功行赏的老板,想必大家都很少见吧。 可见何超莲真的有一种知道怎么留住员工的潜力和大气呢。 此外,在何超莲感谢的名单上,大意还看到了飞庸,化妆师,理发师赫然在列。 飞庸据说叫Lisa仔,主要是负责照顾陈婉珍的,陪着70岁的陈婉珍坐飞机, 然后照顾陈婉珍一切的行动,帮她提东西,或者带路之类的。 飞庸在家里肯定也是这么照顾陈婉珍的。 这一次带陈婉珍参加何超莲的婚礼,何超莲特意感谢, 可见何超莲真的超流星,也超级会聚龙人心的。 化妆师,理发师这些都是拿钱办事的人, 但何超莲觉得人家在她婚礼三天的时间里, 起的是最早的,休息的是最晚的, 而且妆容,发型都让她本人很满意,特意提出来称赞了。 不得不说看了何超莲这篇感谢文, 突然间觉得她人缘好,社交广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一个本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新娘, 不了解婚礼细节的新娘, 居然一下子记住了这场婚礼上所有人缘的作用付出, 而且知道别人仅仅是拿钱做事, 自己也要额外感谢。